大家好我是gevin 最近我想做一个视频 就想对比一下 中国朝鲜族他们的本地用语 跟现在的标准韩国的本地用语 有什么区别这样 然后呢我就在网上 包括在线下也好 找到了很多中国朝鲜族的朋友 然后呢 他们全都拒绝了我 所以呢 这个视频我就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为什么他们拒绝了我 以及我为什么要起这样的标题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学过几年的韩语 然后我的频道的话 就有很多关于语言类对比的视频了 对不对 韩语当中有很多英语的外来词 比如说他们就直接借用英语的单词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单词 那我就在想很早以前的话 韩语或者朝鲜语 它肯定会有很多本土的用法 那我在想把这两种词汇 拿出来对比一下 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那我就想到去找一些 会韩语的中国朝鲜族的朋友 他们小时候可能就听到过 奶奶或者父辈的人 讲过一些比较本地的词语 然后呢我就开始找 有一些是我朋友的朋友 有一些呢是我网上找到的朋友 我找了大概不下五个吧 可能有六个这样 然后他们全都拒绝了我 第一种理由呢 是他们比较抵触别人说 他们说的韩语 跟韩国的韩语不一样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觉得很多韩国人 瞧不起中国朝鲜族的人 所以他们比较担心 在录视频的时候 会被人嘲笑他们的口音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非常吃惊 以及震惊的 还有非常不理解 因为他们有一些人从小就会讲两种语言 这对于我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来讲 是非常羡慕的 我觉得他们是开挂般的存在 然后呢我先跟我的一些韩国的朋友 去确认了一下 然后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是真的 在韩国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的韩国人 非常歧视中国朝鲜族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个人是非常讨厌歧视的 尤其是一些种族歧视 区域歧视等等 我觉得人可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但是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去歧视别人 我其实是非常瞧不起那种人的 然后为了了解这个事情形成的原因 我就开始在网上查资料 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一起好好看一下这些资料 以及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形成的原因 我先给大家看几个典型的歧视案例 我来到韩国接我的韩国兄弟跟我说 我不像是岩边人 因为我长得太干净了 他说他以为岩边人都是面黄极瘦 衣衫蓝绿 一看就是北朝鲜难民一样 我不是当事人我已经气得不行了 我无法想象当事人如果听到这样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面试两家韩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视 甚至还有一个中年大叔 话里话外都表示 作为中国的朝鲜族 你也只能跟着我们韩国人混饭吃了 在看到我户口的时候 眼中透露的不屑 都掉出渣子来了 再来看一下一个中国人歧视中国朝鲜族的案例 这个人说 利益相关 在韩国七年 陈军官本硕毕业 哦很了不起嘛 然后接着说一棒子打死有事偏颇 你也知道自己有事偏颇嘛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就开始去找更多的资料 去挖掘这个歧视产生的深入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第一批去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同胞呢 他们大部分是做一些社会底层的工作 比如说刷碗啊 比如说当保安啊等等 加上因为是很早以前的嘛 那时候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文化素质教育 所以的话 他们在韩国的表现不太好 所以呢 就给韩国人留下了没有素质 没有文化 以及脏乱差的印象 然后这个事情呢 的确是客观存在 但是它仅代表一些很早期的一些人 它不代表现在所有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 之前在韩国发生了几起杀人案 杀人分尸案 然后他的凶手呢 是几个朝鲜族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韩国是舆论产生 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就给韩国人留下了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 甚至有一些非常主流的电影 他里面也在讲这个东西 第三个原因的话 就是很多人认为 中国延边朝鲜族的人 在人际交往上非常靠不住 非常喜欢在背后捅朋友一刀 我是完全无法认同的 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这样的人 温州有很多同朋友一刀的 靠不住的 上海也有 北京也有 到处都是 韩国人日本人太多了 所以你无法因为一些人的表现 来给整个民族贴上标签 然后在视频的结尾的话 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中国朝鲜族的同胞们说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为自己的语言感到自豪 为自己的口音感到自豪 没有必要因为韩国存在一个标准的韩语 就把自己原来的东西丢掉 第二点 如果你在韩国遭到歧视的话 欢迎回来祖国 第三点 不要被那些标签化的东西影响 所有的stereotype 所有的刻板的影响无法代表你本人 你本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你只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 其他的人也会为你感到骄傲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分享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